Hello各位小伙伴,我是高翔 那前一段时间我的淘宝店很多人来咨询有什么游戏方向盘能支持全平台的 那我都是回答没有 并发送商品链接来解释什么产品支持什么平台 那对了,这边顺便说一下 目前我的淘宝店都是我自己在做客服 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就不用再问是不是我本人了 欢迎大家来淘宝店来跟我聊天 然后有一天一个国内外设厂商找到我 说有一款方向盘想让我测试一下 那对方发来图片后一开始内心是拒绝的 因为从产品的外观来看的话 它并不属于专业模拟赛车方向盘 那对方又发来详细介绍 我瞬间拿着兴趣 好家伙,900度又有H档 然后还支持PC,PS3,PS4,Xbox,Switch,全平台 那么老规矩,我们先上片头 说起来斯达可能很多人并不陌生 因为网上有一张图一直在流传 那就是Finaltech的方向盘上印着来斯达Logo 虽然是网友批的图 但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 已经给来斯达做了不少圈传的效果 那接着来说这款产品 官方定价是700多 和传统方向盘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款方向盘居然能支持手机APP控制 所有的参数都能在手机上进行调整 并且介入不同的设备也能自动识别 然后还有一些游戏的预设 算是比较方便的 产品外观大部分使用的是塑料材质 方向盘左右握把是橡胶材质 下方有一个度数切换开关 可以秒切模拟常用的900度 和娱乐赛车常用的270度 背部是踏板排档接口 还有一个设备的引导接口 方向盘又通过附带的夹具进行安装 不过我觉得这个夹具做的有点太长了 接着是排档 排档上有个高低切换的开关和手杀开关 这一看就是威欧卡玩家设计的 因为常规的排档只有6个前进档 那像卡车这样有十几个档位的车型 就需要通过这样的开关来切换到7档以上 我本来是不对这个排档的手感抱什么希望 结果有点让我意外 居然还有点吸入感 和罗际G29的排档手感比较像 接着踏板部分有点拉胯 踏板部分虽然是线性 但形成比较短 然后弹簧也比较软 创写完的话比较容易一脚踩多 接着来说说它的适配性 我测试下来确实如官方所说的多平台适配 不过由于不是授权的适配 所以像PS4、Xbox这样的平台 需要介入主机的手柄来进行引导 我没有Xbox就只测试了PS4的GT Sport 实测可用 不过不知道是映射了什么设备 在游戏里方向盘的按键 只能用PS4手柄摸人的键位 而Switch则相对方便点 先在设置里打开Pro手柄有线连接 然后把方向盘的接口插在USB接口上 就可以使用了 由于我没有买马利奥赛车 所以就直接用免费的狂野标车9测试 这游戏手机也有 用方向盘玩的话感觉有点奇妙 因为这个多平台是模拟层手柄 所以理论上手柄能玩的这个方向盘也都能玩 有需要更改按键的时候 可以直接在手机APP里进行自定义方向盘按键功能 然后就是性能方面 比较可惜的是不支持力回馈 只有震动效果 手机APP中也能设置震动的强度 比较意外的是 这个震动是通过获取游戏中的信号来震动的 神力刻刹进书中也能支持震动 我一开始还以为只是那种瞎震的 至于产品进度嘛 那定家700度的产品就别想有什么高精度了 方向盘虽然有900度 但由于精度不够高 所以转向时会有一点间隔的感觉 中间的位置也有极度的飞响音区 玩专业模拟赛车以外的游戏完全够用 比如欧卡 极品飞车之类的 那像专业的模拟赛车游戏就不太合适了 我也测试了几个专业模拟软件 有开TC的情况下还是人玩的 比如GT3的车型 但没有TC的车就太难控制 因为没有另一块加上踏板形成太短 分分钟使品 比如F1这种大马力后驱 这个方向盘我测试下来 感觉最适合的用户群体应该就是欧卡玩家 特别是高低档切换的功能 对欧卡玩家非常友好 几百块的价格 欧卡玩家该用到的功能基本都具备 多平台适配也能让玩家玩玩不同平台的娱乐赛车游戏 不过如果是纯娱乐型赛车游戏玩家 比如极品飞车和马利奥之类的 那我建议买更便宜的不带排挡和离合器的型号 春节快到了 我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然后这期视频评测这套设备 我会在B站这期视频的评论区 抽一个小伙伴送出 欢迎大家多多评论 那这期视频就是这样 我是高翔 我们下期再见